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朵拉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朵拉呢 朵拉呢是我们一个动画片里面的一个小主人公 然后她呢是一个爱探险的朵拉 然后她是一个英文的和一个西班牙语的一个流行的一个连续剧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动画片吧 不知道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她的中文版 这个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毛绒玩具 然后我们的朵拉呢后面是背着一个紫色的小书包 然后手上呢也是带着她那个最经常带的一个蓝色小花的手表 在我们的动画片里面呢 我们的朵拉呢是会说英文和西班牙语 所以呢我们的朵拉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小姑娘 然后她也是非常的喜欢出去玩 出去做一些非常惊险刺激的事情 非常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好奇心 所以呢我们的朵拉呢是非常的爱出去探险 出去游玩 所以呢她经常就会背着她的这个紫色的小包 然后带着她的小包呢一起出去探险 我可以看到我们的朵拉呢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笑脸 眼睛呢也是非常的大 可能是她源于我们漫画当中的一个眼睛 因为她的可以看得出来她这个手法呢是非常的像 然后我们的朵拉呢是穿着一双小小的一个运动鞋 然后底呢是一个粉色的底 也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漂亮 穿了一双一条短短的橘色的小裤子和粉色的小上衣 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个朵拉的毛绒玩具呢是非常的轻 也不是特别重 我估计也就是一块巧克力的重量大概有250克左右吧 我也是不是特别的清楚 然后里面的这个娃娃呢是没有东西 然后是应该是由棉花软棉花组成 我们的朵拉呢看起来就是这样 和一个普通的一个娃娃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可爱 你们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言告诉我们 然后你买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毛绒玩具 或者呢你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个爱太险的朵拉 这么一个连续剧这么一个动画片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个大拇指上当赞 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